天总 我是负责网络平台搭建和网络维护的 也是公司最早的一批员工 之前大家听说罗江会来都很高兴 因为罗江进来就意味着资金进来 说实话 公司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没钱 没有钱一切都是白搭 可是您现在突然说罗江不来了 那资金问题您准备怎么解决呢 可能我这样解释会更清楚 我拒绝了潘梦资本的收购 但是我没有拒绝罗江资本的进入 有可能我会请罗江回来担任首席 因为毕竟他在资金层面 在管理层面 他都是非常占有优势的 那您觉得罗江有可能回来吗 他有一半的可能 我会尽量舒服他 就算他不回来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在市场上找更合适的人 和更合适的资本 只是 可能我是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我会尽快 天总 我是市场顾的 我说句实话吧 为什么没走 确实对公司有感情 所以想问欠我们的工资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发 因为工资具体的事情 我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我跟戴总核对清楚以后 我一定会尽快给大家一个承诺 我们要的不是承诺 是明确的时间 明确的时间 我 一个月可以吗 一个月 可是现在就剩我们几个员工了 老师们都走了 招生和授课也都停止了 而且极其缺乏资金 一个月之内您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如果一个月之内 连这个都解决不了 我可能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就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相信我 我在这里 先谢谢大家 天明 这是你要的资料 不明白的办法 我问你啊 我想 这个现在恢复招生运营 你告诉我 我应该去这种操作 现在是这样 咱们这 课程都停了 老师走得也差不多了 要想重新招生的话 那就得把老师们先请回来 老师这块我来想办法 但是还有一句 我觉得公司肯定要这样认识 那人力资源这一块 还是你负责可以吗 可以啊 因为之前我就是做行政 还有人力资源这一块的 不过总裁 总裁 还得由你自己来亲自订队 好 我会尽快地找到合适的人选 然后我刚刚还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 我想把之前公司的核心骨干 看看能不能再请回来 好吧 那我就联系联系 不过请回来的难度比较大 我会尽力的 我会尽力的 对对对 我觉得试一试看看你 好 那先请 这帮债权人哪 快把我手机打包吧 我估计啊 罗江推出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好 罗江的收购计划里边 对这些债权人 是做什么样打算的 是这样 几个大的债权人呢 都同意债转股 一些小的债权人呢 罗江的意思就准备 直接把他们的债务给清了 这部分钱大概有五千万左右吧 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其实最好的办法 是说了所有的债权人 全部债转股 然后你去分别安慰一下 看看你尽量能给我一个星期的缓冲 然后我先把宁星创头给对付了 宁星创头 我先对付宁星创头 然后我再分别跟债权人去谈 那你打算怎么跟宁星创头去谈啊 我怎么跟他们谈 我跟你说就那个沈总吧 就特别不好说话 再加上呢 得恩之前呢又操之过急想啊 把步子卖 接电话 没事你说 先把步子卖大一点 现在弄得咱们很被动 喂 常顺 怎么了 田蜜 您马上来一趟潘梦自本 干嘛 咱们见下罗江 现在 我在楼下等你 咱见面说 好 没事吧 他让我去一趟潘梦自本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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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真地考虑一下你说的 我觉得 罗江的确是甜蜜科技 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 让罗江加入甜蜜科技 现在问题不是卡在这儿了吗 如果我不把甜蜜科技的股权 给他 他就不愿意加入吗 这不明白的事吗 甜蜜 自从公司成立到现在 你都没有去试着 去说服过他一次 而且现在没有时间 给你考虑了 你听我说啊 如果是你解决了债权人的问题 解决了宁心创投的问题 是不是罗江手里的资源和资金 也是你需要的 是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去试着说服他一次 常盛 我不是说 现在没有及时 马上地去说服他 而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没有筹码 你明白吗 我 我得有一个筹码 去说服他 我 你觉得算吗 你是什么筹码 你看 我可以做甜蜜科技的 首席财务执亲官 我也可以做董事 是 这样甜蜜 我愿意出资一千万 买甜蜜科技的百分之五 成为甜蜜科技董事 这样总可以吧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已经被卷入进去了 我不想你再这样卷进来 你都愿意为了甜蜜科技 搭成你的后满生 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因为这样对你不公平了 我跟甜蜜科技有关系 可是你原本 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的 我以前觉得吧 我跟甜蜜 我跟甜蜜科技没有关系 可我现在觉得我跟甜蜜有关系 你想想 我在那张白条上 写了同意 别犹豫了 人家等着呢 走 好 你们非常准时 那咱们就开始 您先看下这个 刘德恩一个不幸倒在创业途中的创业者 在他离开世界以前 他就留下了遗嘱 捐献出身体器官 他的这一个决定 让五个人重获新生 每一次 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 和受益人的故事 都能够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谢谢你 刘德恩 是你让我延续生命的能力 是你让我能够和家人延续这一世的缘分 是你重新让我看见了妈妈的笑脸 是你让我有机会 继续聆听这个世界的心跳 谢谢你 刘德恩 谢谢你 刘德恩 感动吧 德恩是一个伟大的人 天秘 你就是因为这个改变主意的 所以很抱歉 我不能把甜蜜科技买给你 那你找我来是为了什么 我们希望你 不是以收购者的身份 而是以投资人的身份 进入甜蜜科技 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 成为甜蜜科技的CEO 他呢 我也介绍一下我的新身份 我现在是甜蜜科技的股东 董事兼首席财务执行官 你们也太儿戏了吧 我们很严肃 而且很认真 甜蜜科技 已经可以告别六点时代了 它将进入甜蜜时代 而且我愿意协助他 让甜蜜科技 重新复兴起来 而且我坚信 甜蜜科技 未来会成为 国内在线教育的 头部平台 所以 罗总 甜蜜科技需要你 说得好 甜蜜科技需要我 但是 我不需要甜蜜科技 我钦佩你们的雄心壮志 但是非常遗憾 你们拿不出具体的筹码来说死我 抱歉 祝你们好运 好 你晚上跟我谈谈 没事 他 他不是没 没把我话说死吗 昨天清清还跟我抱怨 说忙活了一个月 好不容易弄完的 全国巡回牵授 就被你放了鸽子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哎呀 这样啊 那个你还得帮我跟这清清啊 解释一下好不好 其实还是问题处在我 因为的确甜蜜科技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缺了长生不行 他也是不会替代的 所以 抱歉啊 你去跟出版社的人 再打个招呼吧 再跟人说一下 嗯 不是取消是延迟对吧 取消 反正那牵授吧 那都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能理解 对 但是我 我觉得 你们甜蜜科技这个事可不小啊 你们冒的险是不是大了点啊 是啊 甜蜜 一点无意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我想都不敢想 罗江现在愿意接盘 你干嘛不放手啊 我不想放啊 我真的太担心你了现在 甜蜜 你走了之后 市场部这个位子 你觉得谁来管比较合适啊 放心吧 我不会掉链子的 那你们俩抓紧时间 办一下交接吧 甜蜜 来 那你现在成跨界王了啊 从信托到自媒体 从自媒体到出版 现在又跨到在线教育了 行啊 不是 当初要不是你鼓励我 我还不可能跨他嘛是吧 这事得谢谢你啊 没你哪儿我了今天啊 在这儿说了 你不是老说过穷人思维吗 我现在还是穷人思维吗 当初我那是忽悠你的 没想到你还真相信呢 是吧 那我明白一个道理 凡是成功的企业家 都是被忽悠出来的 有道理 拜拜 谢谢 嘿 呃 那个 韩老师您找我来什么事啊 你看一下手机 刚刚给你发了一份文件 你看一下 好 您是想去爱琴海度假 不是我 是我们 下个月不是你的生日吗 我向旅行社预定了爱晶海自由行 我希望今年的这个生日 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生日 谢谢你这么用心啊 但是我真的可能去不了 别光顾着工作嘛 有动的劳逸结合享受生活 我现在哪有什么资格享受生活呀 我现在 怎么了 之前的债不都已经还清了吗 你 之前的债是还清了 但是出了一笔新的债务 新的呢 对 多少 一点五个一 天秘 你不是在给我开玩笑吧 我知道 你可能 还不能马上投入一段新的恋情 我说过我可以等我不急的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 你是不是想下退我的追求 我对你是真心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能误会我了 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 那 是这样的 我接手了甜蜜科技 所以这笔债 我得还 这公司的债务 不应该算在个人头上吧 这公司的债务 就算是公司的债务 你也得还吧 谁来还 我接手可不就得我还吗 实在抱歉 事情也发生得比较突然 好 常事 我给你交个底吧 目前呢 我们有五家在线教育机构 正在跟我们接触 他们不管是从开的价码 还是从现状 都比甜蜜科技好很多 所以我们已经开展了 新的计划 打算从这五家里面 选择一家进行收购 这么说罗江已经 完全不考虑甜蜜科技了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如果甜蜜改变了主意 我可以说服罗江 不能按照之前的协议 再考虑考虑 不是 你这样 你能不能帮能 收费罗江啊 按照之后 我们提出的协议谈 你可以转告他 甜蜜科技呢 非常真诚地 希望跟他这种业内的 大腕呢合作 他只要说不聊控股权 剩下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不 罗江说了 不聊控股权就没得谈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一定 下周吧 你啊 你这样 他只要一回来呢 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去跟他谈去好不好 不是 长盛啊 我真的劝你一句啊 就别去烫甜蜜科技这趟浑水了 他怎么能说浑水呢 他要是浑水 你们干吗进来烫啊 这说明啊他不是浑水 甜蜜科技一定是做金山 那话怎么说来着啊 爱情是盲目的 莎士比亚说的 这话啊 放在你身上 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咱俩谈的是投资的事 好不好 你这 瞅远了吧 长盛 作为你的前任 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劝你一句 虽然你的个人感情生活我不感兴趣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的前任往悬崖底下跳吧 对吧 我出于人道主义 我是不是得拦一下 也算我人之意境了 甜蜜科技是不是金矿 它是 但得看在谁手里 在你和甜蜜手里啊 这就是汤浑水 你看你这还吃什么醋啊 你这太逗了 吃个醋的事 你看 我跟甜蜜是走了近点 但是不能说明这是爱情啊 你这盲目吃醋是不好的 对不对 而且你啊 是一个职业的投资人 好不好 你现在这个判断呢 有点不太准确 要能判断这个东西呢 成与败 它得交给时间来决定 好不好 别这么早呢 就下结论 不过你这醋吃的呢 我也能理解 我 我呀 我 我诚心地 感谢你对我提出的这个忠告 好不好 来 我吃醋 看吧 温教授来都来了 你ijn教授来都来了 你可说人事呀做了就行 我怕你在家不方便了 这我 我又是不方便啊 要不你把他叫回来 上去我给你腾地 我给你开玩笑呢 听不出来啊 你那一点无意的事 你跟人说了吗 什么反应啊 没什么反应 他本来今天 挺兴高财烈的 想庆祝我的生日 下个月不是过生日吗 其实他也是个好人 他说 想跟我一起去爱情海 度个假 希腊的爱情海啊 真有钱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能去 本来我也不想去 更别说跟他去 我就跟他说了 我跟他说我要还债 一点五个亿 你是不是给人吓着了 一点五个亿 搁谁 谁接得住呢 价值也正常 不是 那 那他什么态度最后 没有什么态度 就说 以后有事再联系 不打扰我 就是天这温度还行 要不我留你的那儿 你冷静冷静 我冷静什么呀 人都说以后不见你了 你还不说冷静冷静了吗 哎呀 好好好 我这一脑门的官司 你 你还 哎呀 你先说正事 说正事 说正事啊 他 他 他不会把这事 跟你妈说吧 不会吧 人都说没事别联系了 他还会找我妈 怎么可能呢 我估计人这会儿躲我 都躲不及了 你看 这也就是我跟你的关系 是吧 咱俩是打过仗子的 啊 这样吧 这一点无意 你要真想好了 甜蜜科技的仗盒硬当 对自己有信心吗 啊 常盛 嗯 生活给了我这么多颜色看看 我又要给生活的颜色看看 走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 对赌协议必须执行 这件事情已经转给法务部门了 接下来会有法务部门权权处理 本来我今天不该来的 但是考虑到跟德安多年的交情 不还是来了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沈总 甜蜜 我非常不理解你的做法 本来是一个结大欢喜的结局 罗江完成他的投资布局 我们解套了 债钱人解套了 你也解套了 其他的股东包括老代也解套了 这不挺好吗 可你这么一弄 所有人都非常被动 本来是个多赢的局面 现在变成了全输 除非罗江重新接手 否则就是个死局 沈总 你看啊 甜蜜科技 在在线领域这么多年 它的名誉 口碑 您也是知道的 只不过目前呢 它碰到了一点点小小的困难 我相信它未来的市场远景还是很好的 否则的话 罗先生也不可能要接手甜蜜科技 对不对 我只是觉得 您在这个时候撤出 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 是很可惜 只能说我们当初眼光不准 选错了队伍 不不不不 不能说您眼光不准啊 可是亏损呢 每年都得加大 最终导致了资金链断裂 是吗 其实资金链的问题呢 我来说 我说 资金链的问题是这样的 它的断裂有很多的问题 它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有外部的环境因素 也有内部的决策的原因 但是大部分的原因是用在了 开发新的技术上 但是未来这些技术 它也会转化为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啊 你说的开发是指那些 公益直播教育平台吧 那确实是一个哨钱的项目 我来说一下这个 其实德恩这个想法 很早就有了 他之前就跟我说过 他最早对这个东西的 出发点是公益 其实他的这个理念 就是智商家教育的这个理念 其实在当年是非常 现金的 而且德恩是把了 很大一部分资金 全部投入在上面 但是我认为这个 就像长城说的 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因为这些技术 在今天的市场上 包括我觉得在未来 两到三年的市场上 这些技术 绝对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而且是可以 转化为利益的 没错 德恩兄啊 是很有远见的 他只不过短板是 不懂得什么是资本 光是埋头管是没有用的 如果德恩兄 真的会给投资人 去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如果真的有资本的加持 我相信再给德恩兄 两三年的时间 踏换了甜蜜科技 成为这个领域里的领跑者 德恩兄壮实未愁 他先走了 把接力棒放在了我们的手上 但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可以带领甜蜜科技 完成德恩兄未完成的远景 德恩的离去我也很遗憾 但你们现在说这些已经完了 我们投资甜蜜科技 设定的投资周期是两年 时间一到必须退出 并且要拿回属于我们的 应得的投资收益 我知道您现在这个选择 无可厚非也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他能够 获得更大的利益 你有没有可能考虑 暂时地先不要撤出 能取得更大的利益当然好 但问题怎么保证呢 这是一份新的对赌协议 主体人是我 也就是说未来三年 如果甜蜜科技不能上市 到时候我会以不低于 两亿元的对价 来回收您手里的 甜蜜科技的股份 我想这是我能表现出来的 最大最大的诚意 这是我能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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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我非常理解你 想继续完成得恩梦想的这种心情 但我必须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据我了解 你现在连还一点五亿债务的能力 都没有 你怎么能保证三年后 你具备偿还两亿债务的能力 我有最核心的 就是技术 我最核心的保证就是技术 这些技术是当年 德恩种下的种子 现在我们在孵化它 让它一个一个一个 变成我们所谓的利益 那么你要问我 真正有什么保证 如果你能给我这个资金 这个资金其实对于我们 对于甜蜜科技 对于更多的人 才是最根本的一个保证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 对甜蜜科技的投资 对您的投资 对对资方的投资 我觉得它是对 对这个社会最大的投资 我希望利益到最后 不仅仅是你和我 我们所有的人 是更多的人 所以 这是我能提供给您的 最有利的保证 可你的保证 我无法说服我的合伙人呢 我愿意担任 这份新的对赌协议的担保人 并且承担连带责任 对不起 肠先生 您的说服力也不够 我是甜蜜科技的股东之一 除此之外 我还是自媒体 长盛赢家的创始人 长盛赢家目前估值 一个亿左右 而且还在持续地向上增长 对了 长盛赢家 也是罗先生投资的 如果您不相信我 总应该相信 罗先生的眼光吧 我也愿做担保人 承担连带责任 我会把我所有的股份 全拿出来做担保 沈总好 我是梁昕 公号十六 我是甜蜜科技 最早的一批员工 目前是甜蜜科技 网络维护部的副经理 我又有甜蜜科技 最早的期权分配 我也愿意 在这份退赌协议上 签字作为担保人 我叫张文 公号三十二 我是教研部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过 要离开甜蜜科技 但是现在我想要留下来 并且以我的期权作为担保 我也愿意 在这份合同上签字 我叫王栋 公号八十八 我今天很捨不得 这么奇小的公号 所以 我会一直待在甜蜜科技 我也愿意 在这份对赌协议上签字 作担保人 我叫方正 公号一零五 并一步的 我是在甜蜜科技 从辉煌的时候来的 我见证了甜蜜科技 从高峰跌落 谷底的全过程 但我相信 我会见证甜蜜科技 再次走向辉煌 我也愿意 在这份对赌协议上签字 作为担保人 我也愿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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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代 那个我刚去你那儿看你 你没在 我想还是能不能把我们 公司之前的那些骨干啊 请回来 哪怕请他们回公司看看 我想跟他们聊一聊 好吧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安排一下 喂 妈 怎么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一件事 那个海晓啊 他说你 还有一点五个亿的债 不是 你 你这 你吓死我 你这这是不是 你赌气啊 跟他说的 说的什么好气话吧 没什么 我现在在那个公司呢 这样 我回头见你再说好吧 我今天去看你们 那好吧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谁啊 妈 儿子 快快快来来来 我正在写风筝快写好了 有茶笔自己够啊 这茶笔 给你忙了啊 那个我爸呢 我忙着排版的 你先跟你妈聊吧 你俩这是真是当事业呢 我问问你们 现在你们那公众号有多少人了 快两万了 截至今天上午八点 一共是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四名粉丝 这厉害呀 我跟你说啊 还有人主动找我们做广告呢 被我们拒了 啊 不是 为什么拒了呀 都是做保健品的 一看 就不是好人 是骗老人的 我们几个妈的他们一通 灰溜溜地跑了 也对 啊 这这广告啊 咱们不挣着钱也得不挣 啊 好了 儿子 写我了 给妈看看怎么样 哎 杨光黎小区劝导队再丽齐功 协助警方抓获两名吸毒人员 这家伙给你们厉害 你们这堪比传上群众啊 哪可不 我跟你讲 经过我们公众号一宣传 那杨光黎小区在外头名气现在大得不得了 哎 小偷一听着几个名字 说说说发抖 绕着走 真假的 那当然了 哎 儿子 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我们几个啊 准备创业了 创 创 创什么业啊 自媒体创业啊 和你以前那个长盛影家一样的 我们这么想啊 既然有人主动 让我们做广告 说明我们甜蜜在生活这个公众号 在外头 是有商业价值的呀 嗯 经常有价值 我何不利用这个呢 开始创业 对吧 我们是几个老广告是有人脉的 有能力的 说明 我们创事也肯定是有潜能的 这个精神可嘉啊 我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啊 听到没有儿子说支持的 听见了听见了 哎 哎 需不需要我来点什么实质性的支持啊 我 我那会创业的时候 你们也那个对我没少支持啊 再这样啊 我们呢先干着 有些地方不懂的 需要你来支持的 我就告诉你 你就夸过来来支持了 好不好 行行行行 有问题 有问题啊 妈 我现在在跟对方谈 尽量能够延长 这个对赌协议这三年的时间 而且现在公司上下齐行协力 很多员工员先想走的也留下来了 长盛和老大都跟我在一起 你相信我 可不可以 孩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弄出个一点五个亿来了 这本来几百万 我跟你爸爸 我们砸锅卖铁 卖房子卖地 我们多少能帮上你一点 可是这一点五个亿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我们这辈子都没法还清了 妈 其实这一点五个亿只是账面上的 它不是说我马上就要还 马上就要兑现的 我只要把甜蜜客气做起来 别说一点五个亿的债我能还清 盈利都不值一点五个亿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真的不用替我担心 我们怎么能不担心呢 本来这几百万 我们能还上那都谢天谢地了 就生出一点五个亿来 你说怎么办呢 孩子 你就让我们俩还口气行不行啊 你想得挺简单的 成立个公司 然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万一你这公司要出点一点问题 出现了一个资金的断裂 那你这一辈子都甭想翻过身来了 对了 那听说有个什么叫罗姜的 他想接牌 那你就让他接吧 你放手行不行啊 他说要多给两千万 咱们不要了 不要了行不行啊 咱们踏踏实实 把这几百万还上 不就得了吗 以后咱们挣点辛苦钱 踏踏实实 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好不好啊 我跟你爸爸 那也能多活几年 老乡啊 你先别急 蜜蜜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这么做 我给你们看个东西 说说看 刘德恩 一个不幸倒在创业途中的创业者 在他离开世界以前 他就留下了衣橱 捐献出身体器官 他的这一个决定 让五个人重活新生 每一次 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 美子 都过去这么几年了 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你怎么就放不下这个德恩呢 妈妈 不是我放不下 你要给我一个放下的机会 当初德恩是以我的名字 命名甜蜜可几的 他在这个公司 有他的理想 他人生的愿景 他都没有实现 然后他就走了 他走得那么仓促 他留下太多的遗憾了 你是我怎么能熟视无睹 我只有帮他把这些愿景 这些愿望都实现了 这些理想都实现了 我才能真正地放下 否则我一辈子都放不下的 秘密啊 我和你妈岁数大了 观念可能有些老化 有些事情确实理解不了 但这件事情 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只要你想明白 下决心了 那就去干 我们帮不了你什么忙 但你得记住 无论将来是什么结果 任何时候 你只要回到爸爸 妈妈这儿来 就有你一口饭吃 儿子 那你在外头自己的事情 做得还顺利吧 忘了跟你们汇报了 我们准备开始啊 这个再次再创业 当然了 年轻人嘛 就得做事情是吧 对 再创业做点什么呢 甜蜜科技 甜蜜科技 我以前听你说 甜蜜科技倒闭了呀 不是 他呢 不能算是 倒闭了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甜蜜科技啊 就是 甜蜜本人现在呢 接手了甜蜜科技这个公司 做了这个公司的这个董事长 我呢 帮他做这个首席财务执行官 董事长 嗯 执行官 嗯 那我没理解错的话 那你这个官是被他管的 那我记得常盛盈家的时候 是你管他的 这这这不存在啊 谁管谁的问题 我们这属于啊那个合作 合作再创业 明白 对对对对 也是啊也没什么问题 不对啊 我记得你上次说过甜蜜科技 他签了很多债啊 债还 还清楚了 还没有 还没还清楚啊 那那那现在还签多少 一 一点五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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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怎么不跟妈商量 哎呀儿子啊 你钱那么多的钱 你怎么还跟他合作呢 爷爷爷 我们家没钱 你不要把命搭进去好不好 坐坐坐坐坐坐坐 那个 听我跟你说啊 我坐不下 他既然已经欠债了是吧 你就得面对嘛 那两个人合作 那就一起面对呗 是不是 就是嘛 那你两个人一起创业 他肯定得面对呀 他肯定得一起还呀 你听我这么说啊 他不需要谁呀 给谁还钱这个事 也不需要你儿子 从兜里掏现金给他 听明白了吧 就是说呀 这公司啊 他得慢慢经营 把这公司呢 重新经营起来 等公司慢慢地变得壮大了 然后这个债务呢 他就慢慢地 他不就化解了吗 就是说啊 这公司从第一步 不是我给你讲这么多你 你能听得明白吗